今天是111年的4月15號禮拜五 歡迎收看股市將軍台北股市跌241點 241點那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昨天的費半 昨天費半差點又破底對不對 其實不是差一點是破 破 破才有機會投資朋友不要怕破 投資朋友來看一下 這台北股市 今天是下跌241點台北股市的K線 還沒破 昨天什麼法說 台積電法說 好像還不錯那為什麼會跌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因為我是跟你講 我看到的數據是下修 但是昨天都是一片樂觀 如果你每天都有看我節目 我有沒有講說 我看到的台積電的資料 其實是下修的 我講小聲一點 其實是下修的 不能講太大聲 但是昨天都是樂觀的啊 那既然樂觀為什麼會跌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樂觀跌啊 奇怪耶 我跟投資朋友講其實根本不奇怪 一點都不奇怪 這就是股票市場 因為這邊你都看到是最樂觀的啊 你忘記了嗎 這邊不是看多少 800還是900 你忘記了喔 你真的忘記了嗎 你真的忘記了嗎 年初 投資朋友 才三個月前的事情耶 你忘記了嗎 那我現在不跟你討論台積電啦 因為我覺得沒有用 沒有用 你看台北股市也沒有用啊 其實說真心話齁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漲成像我們家的股票這樣子的耶 不是說所有的股票都像鄭君給你推薦這些股票耶 投資朋友 不是耶 投資朋友 不是大家都這樣耶 親愛的 不是每一支都這樣 像這款股票 長榮航 威治 你昨天也聽到曾經跟你講的 中化生 不是每一檔股票都 而且我還有跟你分享說 你要照政府的政策去走 有沒有 不要管什麼檔 什麼顏色 政府的心態是什麼 你跟著走 跟著轉 不要問為什麼啦 不要問為什麼上委會漲停板 你問這不是很無聊嗎 那你問說老師這怎麼檢測這麼強 泰博 6598 ABC 417 是不是我們家最強 是不是 那你問說為什麼會這麼強 老實說啦其實近期啦 近期因為疫情的關係 今天好像是已經到1200例了嘛 對不對 所以咧 是不是有新的又上來了 有 呼吸啊 呼吸器 其實老實講 這也真的蠻邪門的 這我們大概一兩週前吧 大概這種位置吧 其實我們團隊也有挑啦 那我是想說 因為這個呼吸器其實老實講 這股票的時候 他每次爆量有沒有 爆量他就下來 每次出量就下來 所以在這種位置我也是覺得很尷尬 除非啦 除非碰到像這種疫情那麼嚴重啊 這麼嚴重啊 對不對 這麼嚴重啊 但說實話啦 大家家裡一定還是沒有什麼 沒有快篩 那我請問你喔 我請問你一下喔 你家有口罩吧 這邊講口罩老師的又不見了 這奇怪耶 我當時候只是講說 大家都有口罩 你買口罩幹嘛 你在這種位置買口罩幹嘛 我真的不懂耶 但不是有些老師的講說 口罩啊 口罩 不能說大家都有口罩 口罩就不會長 是這樣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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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邊買我的你還有 你還有機會 你還有機會賺80塊咧 我沒亂講吧 你還有機會賺幾根 一根 兩根 差不多三根 四根 五根 但你買這個咧 我沒有別的意思啦 因為來股票上本來就是什麼 是存在就是買 買一個夢嘛 不是嗎 沒有快篩 沒有快篩 當疫情到現在這種程度 沒有快篩它就是會飆啊 就是會噴 對不對 那包括今天這個一樣啊 呼吸器的啊 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你家有呼吸器喔 你用得到呼吸器嗎 用不到啊 投資朋友 不是用得到用不到的問題 有時候它是一種想像的空間 股票上是想像的空間 就像你看到的長榮行是創新高 你出國了沒 還沒 你機票買了沒 還沒 你旅行社訂了沒 還沒 怎麼通通都還沒 你也沒有去旅行社 你也沒有訂機票 你也沒有去訂飯店 那怎麼都長這些啊 那我剛剛講的也沒有錯吧 你沒有快篩 你沒有呼吸器 那它們在長什麼 沒有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所以我昨天才跟你推薦說 其實就看你自己的敏感度 再看一下電腦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切 我們其實敏感度比較強 我們會做轉變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不要看這樣 這一個禮拜也十塊錢的價差 親愛的 這樣也是十塊錢的價差 投資朋友 當然我知道 我知道近期哪一支最標 你知道嗎 這支最標 真的啦這蠻厲害的 沒話說 很厲害 沒話說 我沒有推薦 我沒有推薦 但還是很厲害 那你說疫苗 老實說啦 老實說啦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種也不會跌 高端都沒跌了 對不對 3176 基亞 基亞還拉一波 還拉了一波 那你說這可不可以買 2390的 雲城 這可不可以買 這可不可以買 請問這一檔可不可以買 你看 去年賺多少錢 你們知道吧 去年賺6塊6 6塊 沒跟你亂講 真的啦 真的是6塊6 6塊6 去年賺6塊6 現在21塊多 奇怪這個 這個什麼都沒有 沒有騙你吧 沒有騙你吧 這還要賠錢 這唐基還賠錢 賠錢 250 你不是買的 你不是買得很爽 那你說 雲城不能買嗎 雲城最起碼是 6塊6塊6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當初 是什麼 是500萬劑 你們還沒有印象 500萬劑 500萬劑 都跑到6塊錢的 投資朋友 來來來 那你們敏感度強不強 今天已經1200例了 確診嘛 對不對 那阿丁好像講說 接下來你們就要習慣常態 可能 可能看到一天一兩千 兩三千 你要覺得習慣他 你要習慣他 那請問一下 先前500萬劑 你們應該知道吧 這 這 這基本常識吧 500萬劑都跳到6塊6 那今年聽說好像要 1億劑 那雲城二十幾塊可不可以買 但你不喜歡他 那你就不會想買很正常 你不喜歡他 因為你喜歡電子 你喜歡電子怎麼可能去買泰博 你怎麼可能去買亞博 我這樣講你可以接受嗎 那你還是鍾情於在電子的 你會去買航運嗎 你會去買鋼鐵嗎 那買航運的絕對不會去買電子 很奇怪 很奇怪 買航運 買鋼鐵的 他可能 對電子沒有興趣 那電子股有興趣的投資朋友 他不可能去買 買生技股 去買像我剛剛所講的 雲城可不可以買 這晚一點那個助理 幫我放到那個我們的TG 來參考一下 可以買嗎 這我剛剛講的 先前政府是跟高端採購500萬劑 500萬劑讓他第四季就獲利超過半個股本 去年 去年是6塊6 那今年 今年不是要出500萬劑 今年是1億 500萬劑就已經6塊6 那1億多少我不知道 那股價才20幾塊 那現在大家都開始要打什麼 打第三季 那可能其他國家部分的歐美 要打第四季 好投資朋友 你一定又有話題了 那是高端能打嗎 對啊高端能打嗎 不是打不打的問題 我常跟你們講來到股票市場 你們要買的就是一種夢 夢境你知道嗎 買夢啊 現在就是需要這個啊 那以後常態的那投資朋友 如果你一定要打什麼什麼的 比方說你就是堅持要打BNT 沒BNT你就不會快打 都不要打就好啊 都不要打 那疫情越來越嚴重 那你有得打你就偷笑 還可以選擇喔 投資朋友 但我不是叫你去打高端 不要誤會我 我不是民進黨的 我也不是國民黨的 我現在是跟你講 講你要了解 現在當下 最熱的是什麼 那你就往那邊去走就對了 但是你要買在什麼 才剛剛開始的 剛剛開始啊 你懂嗎 不是說已經拉了一大段 拉了一大段 你才想要跳進去 老師太薄可不可以買 老師你太薄不到200 你就開始講 今天300啦 那今天300 那你要不要再繼續買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但我的意思 你可以買什麼 你可以買其他的嘛 你可以去買新的嘛 你沒有必要每次都要去追 去追捧嘛 那解封的收費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很奇怪 多奇怪 來看一下電腦 你奇怪的老師 今天有的股票 好像豆頭摘 豆頭摘 有沒有 這也豆頭摘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我先講 我們不是看壞喔 沒看壞喔 我看好喔 我看好喔 不要亂講喔 每次每次我只要講一下你就 講一下你就不爽對不對 那上次我講那個猩猩猴子 你看看 你看看 有人會謝謝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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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一下 彈一下你看吧你看吧 我看那你現在怎麼看 那你的猩猩猴子呢 怎麼看 怎麼看我怎麼知道你怎麼看 你不是看好 你看好就你看好 那我剛剛所要表達的意思是說 每一個階段 每個階段 都有每個階段適合操作的 或許你不喜歡中化生 或許你不喜歡太薄 那不是喜不喜歡的問題 或者說你不喜歡雲層 那我給你看 我給你看喔 你都說這些股票 老師這些股票 老師我就是不喜歡這些 老師我就是不喜歡威智 老師我就是不喜歡運倉 我是朋友 建長講錯了 講太快了 那你喜歡的咧 你喜歡的複習一遍好不好 你喜歡的 你喜歡聯亞 你喜歡你的咧 亞信 投資朋友 來股票市場 不是來買喜歡的啦 普瑞 普到什麼時候 趙利 金虹 你的最愛 玉創 現在有誰講玉創 誰要跟你講金豪科 誰要跟你講宏達電 有沒有 聯發科 不要說聯發科 你看漲 漲法說這 怎麼跌 聯電 那跌到什麼時候 跌到什麼時候 我怎麼知道 台勝科 其實最近朋友 投資朋友沒有賺錢 我都知道你們心態 因為 因為每次在這種鬼位置 很鬼的位置 喊的老師一堆 我沒亂講吧 3035 喊的老師一堆 有沒有不是看好一直喊一直喊 有沒有一直喊 3532 現在喊的人都不見了 是不是這樣子 那股票不是說跌跌跌跌到個程度就不會跌 很難講 你自己看 難講 難講 你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大部分真的很多人都點到 點到軟齊八糟 威風哪裡有威風 一點都不威風 有威風嗎 沒有威風哪裡有威風 跌的跟狗吃死那有威風 這都是當下 你們每次都看這邊都 都力噗噗 力噗噗 好熱喔好熱 好熱 好熱就是準備要脫衣服 不是好熱嗎 你要記住喔 我以後會問你 當好熱的時候你要知道 你要小心 每次都是好熱的時候 好熱就準備要脫衣服 不會騙你 我不會騙你 投資朋友因為你們買到這些股票 有時候你們自己頭皮都發嘛 全新 穩帽 這是不知道要等到 等到何年馬月啊 投資朋友 投資朋友 那你心態就是要調整 去調整 你看剛講的都電子都點這樣子 最起碼我家的趨勢是向上的吧 我帶你買的趨勢向上 而且我們還做兩趟 我這邊還做兩趟 這邊是第一趟 賣 拉回五日線 賣 上去我有沒有賣 還是賣啊 賣啊 這個有賣的啊 這個也有賣啊 這個今天我也有賣啊 不好意思啊 我還是有賣啊 因為我要把什麼 我要把錢去做一些轉向嘛 不可能 不可能就是永遠都不賣嘛 投資朋友 有些時候時間到 你就要懂得先賣一趟 時間到你要懂得先賣一趟 不用什麼 不用去強求 好 投資朋友 那當然啦 有些時候你可以去藉由所謂的轉換 我剛剛跟你講說 奇怪為什麼今天那個旅行社 開始跌 反倒是我跟你推薦真的沒有跌呢 解封社會的啊 解封社不一定要去買旅行社 不一定要買機票 當然你買機票也沒有錯 你買旅行社也沒有錯 那有沒有比較低的可以買 這個我等於送兩天啊 那你說有沒有漲 沒漲喔 沒有漲 但是安全 夠安全 來看一下 這哪一檔股票你知道嗎 知道吧 高爾夫球 大田 來看一下8924 投資朋友 有些時候你就要去思考了 同樣都是解封 同樣都是解封 這有沒有漲 有 漲翻天了 我當時我給你推薦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印象 我很低的時候 我在六字頭跟你推 六十幾塊 七十幾塊 我跟你推東哥遊艇 你有沒有印象 但我的意思說 有沒有類似像這種位置 這種位置 這種位置 我覺得啦 這個位置就很像8924 的大田 像不像隨便你啦 你講不像我也沒辦法 但是呢 高爾夫的四雄 看一下這一隻大雄 大雄已經創近期的新高囉 富勝嘛 那富勝創新高 你不見得要買富勝 你可以買大田 因為大田賺的比富勝還多 那富勝200多塊 那我當然可以選大田吧 大田才140 富勝200多啊 那誰賺的多 他去年賺18塊 富勝 那大田 大田賺20塊 同志朋友 我問你的問題 今天是不是有一檔股票 跳空漲停板 這一檔跳空漲停板 為什麼 15塊的股票竟然跳空漲停板 原因很簡單 因為配1塊8 配1塊8再加上股票鼓勵0.6 跳空漲停 跳空漲停 但是這種低的位階你們不會愛啊 那我問你一下 我問你一下 我問你一下 8924 他去年賺20塊錢 請問可以配幾塊 請問賺20塊錢的大田 會配幾塊 他過往都是配大概10塊12塊 不怎麼樣的時候他都配10到12塊 去年很風光賺20塊錢 會不會配超過12塊 我不知道 那今年呢 今年就慢慢看嘛 最起碼今年 今年的營收跟獲利 它是還有 還是有機會持續是向上的 所以你有時候 有些時候你要把一部分的資金資產 你要放到安全的地方去 你要等待機會 等待機會 你不是說每天 每天 每天都在找最強的股票 你們都忘記了嗎 因為 你們剛剛看到一大堆那些電子股 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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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破破破 破破破 破破破破 破到哪邊去了 都是在當下 你們最愛的股票 你還記得嗎 我剛剛講這一坨 那一堆股票 所以心態要調整一下 今年的心態要調整過來 有些是要去買什麼 買低檔的 那有些是要買突破 突破平台轉牆的第一根 趕追 要趕追啊 泰伯尼要趕追啊 投資朋友 雲層 雲層今天第一根上來而已啊 第一根上來你不買 那你 你當然可以慢慢看嘛 沒關係嘛 你不喜歡你也可以不要買 你買你喜歡 你買你喜歡的電子嘛 你還繼續買你的猴子啊 繼續買你的猩猩 都可以隨便你啊 隨便你啊 但我真的不一樣啊 我不一樣啊 我準備幫你規劃下 你們還是喜歡電子我知道 我知道 你們超愛電子 好像沒有電子不行的 那因為 新來幣貶嘛 貶了快6%嘛對不對 那什麼股票的營收 主要的營收全部都在美國 百分之60 百分之70 來看一下今天要送你這個 我今天要送你這個 台幣貶值的受惠股 它百分之60的營收 百分之70都來自於美國 三月營收創高 三月營收創高 而且跟美國的集結 但是它不是鋼鐵鍋 它不是鋼鐵鍋 那今天只要按讚的 你喜歡電子 因為我知道你喜歡電子啊 我剛講一堆生機這些 你也不喜歡 你喜歡電子的 今天看完節目 按個讚 不囉嗦 直接分享 中場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掌握未來 掌握未來 演唱會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財經第一台》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我们列祝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诉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投资股票要买什么 要买突破的第一根 最好赚 来看一下电脑 泰博怎么挑的 太简单了 这你们都会 这你们教我的 投资朋友 这你们教我的 你们教我的 我只是稍微把它带给你们看 就这么简单 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样挑的 没骗你 这也是 突破那种短期下降的都很快 那今天这档股票还不错 2390 是不是才刚刚突破 是不是才刚刚突破 看得懂吧 看得懂吧 4736再看一遍 是不是很像 是不是很像 不要喜不喜欢 投资朋友 买股票不是买你喜欢的 你喜欢电子股 跌得跟鬼一样 鼻子脸肿的 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 好啦 那你们喜欢 我还是要站在你们的立场 当然今天跟你分享这一档 台币贬值的受惠股 电子 你爱的 来 今天要跟你分享 要跟你分享 你要来 你今天只要看完节目 按个赞 跟你分享 它是台币贬值的受惠股 60% 70%营收 主要来自于美国 三月营收也是创高 今天你只要看完节目 按个赞 直接我就让你体验 这么体验 很简单 我们仍然是老规矩 老动作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前線評估定次負投資風險